早上8点30分的最新连线 我们带您来到龙山寺的现场 这边呢早上6点钟发号码牌 7点已经开始点光明灯了 向情形我们要连线记者周宇如 车子我记得现在所在位置是台北龙山寺 一大清早就可以看到这里永信了非常多的信众 因为从6点开始就拿号码牌登记点光明灯 7点开始正式点灯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星辰开始就有很多人在等候 义智超已经绕了龙山寺五大圈排到2129号 非常的壮观 而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从一个多月前就开始排队 为了抢点光明灯 我们来听一段抢头香一号民众的说法 主要今年就是想帮岳母点大钥匙灯 我们每年都有来排 就是说今年刚好 去年就是岳母身体状况多一点 想说今年想要有一个陈心来这边帮她点个大钥匙灯 保佑她 这个还是很多问题啦 这样子大家蛮累的啦 我不知道那没办法解决啊 大家要来排啊 还是要想办法啦 这样子大家都蛮累的啦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大家都排队排很久 难免有抱怨声 龙山寺表示庙里的平安灯光明灯 柴玄灯还有钥匙灯总共有20万盏 其实以前到农历年为止都还有很多名额 但不少民众认为早点早排 又有人认为早排队点灯的位置离神明比较近更灵验 所以很多民众甘愿一隔多月前就来排队点光明灯 以上现场情形先将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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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